这刚才杨淑讲啊 就说他是这个独生子女啊 他觉得这个什么很孤单 但是另一种情况呢 一般又觉得独生子女 那不是这个万千宠爱于一身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吧 你这样就是说 看你要什么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以后的话 有两个小孩 他们培养他们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爱 相互照顾 比几万千宠爱于一身更好 而且几万千宠一身并不是什么好事 对不对 你看啊 我认识一些不快乐的这个青少年 我就带他们说句他们的心里话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啊 有句话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其实啊 可悲天下父母心 你知道他们心里就说 我这是个独生子女啊 其实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是 你们能不能不要对我那么有兴趣 你知道吗 就是啊 其实就是你看这么多学者 我就觉得现在社会啊 过多的关心儿童问题 那么多的人又调查呀 又这个这个什么写文章啊 又父母亲 俩父母啊 这个全眼睛盯着他 其实很多时候他的想法啊 说起来也挺白耳狼的 就说有钱给我 没钱甭管我 甭搭理我 他好像就觉得啊 我们之间没有个什么事情 你们不要老盯着我 甚至他觉得可怜他的父母亲 你们有什么生活乐趣吗 你们为什么不奔着你们自己的生活内容去呢 干嘛整天眼睛盯在我身上呢 我还想起来就是中美父母啊 就是有一个差 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如果一个美国小孩跟他的父母说 我从小就要当超人 Superman 他的爸妈一定说 你就是以后会是超人 但中国人就是你甭傻了 你以后就是要去当医生 要去当什么什么 特别现实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小孩从小都特别刻苦努力 美国的小孩成天就玩 这中美的价值观不一样 美国人的生活观是have fun 就一定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但因为我们从小人多地少资源特别少 所以我们必须要钻拓头皮的去竞争 我们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那个最有发言权 也的确是像文涛刚说的 我女儿其实就独生子女 独生女 她也有抱怨 哎呀你们整天 我跟她妈妈整天眼睛盯着她 这会有压力了 而且更重要是说 你说盯着她是一回事 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父母 坦白讲 假如你的父母 越是专业人士 或是所谓有些名气的人 他们压力越大 所以说的确变成说 担心下一代 好像看起来是万千宠爱在一身 可是她根本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挑战 几年前欧洲很有远见 欧洲人已经开了一个会议 很认真的讨论一个问题 这说糟糕了 他们很早就发现 研究了 二十年后中国的领导人是独生子女 怎么办 我们怎么跟她打交道 那独生子女 他们很担心 为我独尊的 对对 因为听说中国的独生子女都是 不善于跟人家沟通 还有这是从小被宠坏的 会乱发脾气的 万一三十年后 独生子女成为领导人的时候 他一个不高兴 一案件 导弹 导弹 到处打 怎么办 他们已经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了 就想到这么远 屏幕就叫 如何跟独生子女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 所以我现在也有一种感觉 就像我周围 我交的朋友 一般都比我岁数大 你知道吗 大十岁干嘛的 我觉得他们当中 有些人 易淫年轻人 就是你知道吗 喜欢 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 怎么说呢 我跟你讲吧 反正到最后 我的感觉就是 各玩各的 你知道吗 这还是合不来 也不是说合不来 而是说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 我前几天看一电影 你看了吗 暮光之城 第三 吸血鬼的 在美国 说票房很好 我就发现好莱坞 他就扣准 年轻人的心理 你看这个电影 一开头 就说 吸血僵尸 不死足 他虽然是个僵尸 但是是个帅哥僵尸 但是你要知道 帅哥虽然是帅哥 他不得有几千万岁了 他不会死的 你知道吗 他是从过去年代来的人 但是他跟现在的这么一个 年轻的女孩子 谈恋爱 然后电影一开头 就表现 帅哥僵尸 在跟这个女孩子 请求他跟他结婚 这个女孩子 在请求他咬他一口 把他变成吸血僵尸 然后这女孩子就说 我们这年代 这个结婚 是搞大肚子的代名词 然后这人说 是吗 说在我那个年代 我们中间有一幕 还在表现 两人在床上 这女的就说 算了 我把我第一次献给你 拖拖拖拖拖 是吧 然后突然间 这帅哥害羞了 然后这女孩就说 你不会是让我向你道歉 说我夺了你的腾针 那人说我的年代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结了婚 才能做这种事 而且我要亲你一下 我要先请求你的爸爸的同意 才能这样做 你看他这个电影里 甚至表现这个年轻女孩子 一边跟一个男的订了婚 另一边还跟另一个男的 在那百感交集 这么kiss 你知道吗 这就是让我觉得 确实可能是很大很大的变化 人的代购是越来越 这个年龄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了 比如说以前10年是一个代购 20年是一个代购 我现在觉得5年 3年 2年就是一个代购 你让我作为80后 我看90后那些什么 性爱们 视频们 那大胆的尺度 我简直感叹 长江后浪推前浪 完全不可理喻 但是那个在他们当中 就是一个价值观 而且他们觉得是 大人不去理解他们 大人不去care他们的想法 所以才忽略了他们这个群体 你真的觉得不可理喻吗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的确每两三年 就是一代了 大家觉得说 我是有我们的主体性 我有我们喜欢的娱乐 什么偶像等等 可是问题是说 这种种的代购 我感觉越来越容易来跨越了 因为有互联网 比方说我现在我父母亲 讲话用语 讲很多巧语 都讲了比我新潮的 很简单 他们也上网 还有打开电视 是听收音机 完全那个讯息交流 是非常畅通的 一方面有代沟很多 另外一方面非常容易来穿越 其实沟通蛮容易的 哎 甲哥把事说全面了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